常言道 半君如半虎 这是两千多年封建帝制 无数的君王和臣子共同诠释出的一条铁律 无人敢反对 也无人能反对 无论功劳再大 能力再高 只要惹了皇帝不高兴 那么下场便好不到哪去 当然也有些开明的君主 能听得见去逆耳的忠言 也能在当上皇帝之后 依然重用功臣 可是这样的帝王毕竟是太少了 纵观封建帝制时期 没杀过功臣 能与臣子同享富贵的君主 秦始皇是一个 唐太宗也算是一个 除了这两位仁兄之外 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第三个了 当然 这也有可能因为我才说学浅 对历史上五百多位帝王了解不够所致 那么您还知道哪些帝王能如此大度吗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们本篇要说的重点 我们要说的清朝时期 极富盛名的帝王 乾隆皇帝 在很多人的眼里 乾隆就是一位明君 在位期间 那可是把大清朝给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帝制时期最后一个盛事 就是有他的功劳 史称康乾盛事 至于这是不是一个虚假的盛事 各位看官想必自有决断 我们就来说说乾隆这位帝王吧 乾隆统治时期 对外用兵颇多 这就需要南征北战的武将 为他冲锋陷阵 对于选拔将领方面 乾隆是有几分能耐的 提拔了不少能打仗会打仗的武将 作为天朝上国 乾隆自然也要表现出该有的大国风度 每每武将打了胜仗 乾隆都要整个仪式 奖赏这些武将 甚至还让武将自己来挑选赏赐 有那么一次 乾隆就问两位武将想要什么样的赏赐 其中一个要了官位 另一个却要了美人 但是两人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一起来看 海兰茶 厄温克族 满洲湘黄旗人 多拉尔市 市居黑龙江布特哈阿伦河 是清朝乾隆时期名将 在乾隆时期 海兰茶的地位非常高 或许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但是在当时 海兰茶就是他们的战神 海兰茶一生打过很多仗 而他也十分注重研究兵法 无论多么艰难的战争 海兰茶总能从中发现敌人的弱点 进而果断出击 大获全胜 在乾隆时期 边境问题十分突出 东南西北四境 几乎都不稳定 本着为君主分忧的心理 海兰茶几乎成为了边疆消防员 哪里有火 就去哪里灭火 乾隆二十年 海兰茶西晋准格尔平定辉特部 台籍巴雅尔叛乱 乾隆三十年 海兰茶从云南进入缅甸作战 大败缅甸军 乾隆三十六年 清军队金川用兵 海兰茶用云南进入四川 相继平定了大小金川 乾隆五十二年 台湾的林爽文发动叛乱 海兰茶再次被派去平定 经过数次战役 直接抓获林爽文 乾隆五十六年 库尔喀侵袭后葬地区 乾隆再次派出海兰茶 结果将 库尔喀打得直接倾向 海兰茶功勋卓越 自然也被乾隆一再封赏 但是在乾隆问他 想要什么的时候 他只是表示 想要个美人来暖被窝 在海兰茶评定准格尔 和大小金川的时候 另外一位武将 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 也受到了乾隆的赏识 此人名叫乌尔登 乌尔登的崛起之路 和海兰茶非常相近 两人也经常一起携手打仗 数次战争下来之后 乌尔登的地位 也不在海兰茶之下 乾隆在奖赏海兰茶的时候 自然也少不了 要奖赏乌尔登 毕竟人的心不患寡 而患不君 如果只奖励海兰茶 这百明了 是对乌尔登的侮辱 乾隆又不是一个小妻的人 自然也不会吝啬赏赐 不过当乌尔登听说 海兰茶向乾隆要的是美人时 他觉得海兰茶当真是可笑 他们两人都是 卓有战绩的武将 家底自然也很厚实 还问皇帝要美人 这不是一笑大方吗 所以当乾隆问他 想要什么样的赏赐时 他便觉得自己 表露忠心的时候到了 于是便对乾隆表示 自己愿意为主上分忧 为大清朝持续贡献光和热 乌尔登这般说 其实就是意在向乾隆讨要更大的官 毕竟官不大 职权不够 想要为皇帝分忧 也只是扯淡 就好比一个平头好百姓 即便是在有心为帝王分忧 也没有机会不适 乾隆 要美人的重赏 要官位的斩首 攻城之后 海兰茶要了美女 乌尔登要了官位 乍一看 很多人都会觉得 海兰茶这人不靠谱 哪有问皇帝要美女的 这不是摆明了不思进取吗 但是我们看了海兰茶和乌尔登的最终结局 便会明白 海兰茶提出这种要求实在是太明智 海兰茶最后被封为了一等超勇工 得到了善终 而乌尔登自从要了赏赐之后 便受到了乾隆的冷落 最终因为犯了一个小错误 便被乾隆给斩首了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乌尔登表露忠心 为何却被乾隆厌恶 而讨要美女的海兰茶 为何却又终身受到重用呢 这是因为乌尔登自以为是 她也不懂得如何与帝王相处的权谋之术 海兰茶并不缺美人 她问乾隆要美人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贪权 也没有任何野心 对于权力更不在乎 只要有美人陪伴 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 而乌尔登虽然信誓旦旦表示 要为帝王分忧 这无疑是表示自己对权力是渴望的 古代帝王的权力欲都很强 他们可以将权力给你 但是如果你去要权力 那就味道不一样了 乌尔登这般 无疑是出了乾隆的逆临 所以最终两人才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结局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 为秦始皇效力的王俭 在战国末期 他可以说是武将中的第一人 能从秦始皇手里 要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 这在当时几乎没人能办到 王俭作为战国四大名将 他也深知秦始皇交给自己全国之兵并不放心 为了打消秦始皇的疑虑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美人 要良甜 要钱财 其实他也不缺这些东西 也只是为了向秦始皇表露 自己不贪恋权力罢了 从古至今 会打仗的武将真不少 但是能得到善终的武将 却少得可怜 归根结底 并不是这些武将的功劳不够 而是他们的情商不高 他们想当然地以为 只要能打仗 会打仗就能一直位高权重 他们没有想到 帝王对在外带兵的武将 自始至终都是忌惮的 如果不能想办法让帝王信任 早晚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